走吧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好 怎么还有说有笑的 打轻骂俏的那么还 怎么还有身体接触呢 施总啊 青青草原了 施总啊 怎么办呢 这一怎么办 上啊 施总表白 带走你时梦的女人 更八蛋 你带她来这儿干吗 参加会计仪式 等一下 你带她去哪里 我带她去定妆造型 黑衣演员定什么妆 黑衣演员不需要定妆吗 走 坐下 除了火灾地震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许离开这里 回来再给你解释 那你先去忙吧 好 搞什么呀 紧张兮兮的 说吧 什么意思 这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是你突然拉走方言 现在回来问我干什么 施依 你没必要跟我装糊涂 昨天你微博 艾特因将的事情 已经上了热搜 今天你又带着她出席公开场合 如果被记者拍到 对她有多大影响 你考虑过吗 看见没有 就像你辛苦筹划的 电影开机仪式 如果在电影开机仪式当天 电影里面的情侣被指出 现实生活中也是情侣 会为你减少出多少的营销费用 我是不会这样利用它的 那之前呢 是谁利用它牵下我 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下你的控制运了 方言不是你的私人物品 你今天以为我要公开练情对吧 我不是商人 我不会 也不需要用这种事情来为自己炒作 对方言 就算我做不到无可挑剔 但至少比你也好 至少我在她身边 我不会利用她 等待 无尽的等待 不在等待中活着 就在等待中死去 石梦她突然把我拽出来干什么 还这么凶 不会又去找十一打架了吧 难不成是因为我 开机是你带她来干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她是我室友怎么不关我的事 方言你在小生清醒一点好吧 你不是已经决定离开她的生活了吗 记住 不要再想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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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十一你怎么来了 什么没有欺负你吧 没有啊 她就让我坐在这里不要乱走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你别听她的 想去哪就去哪 我一会儿还要去拍几张照片 你自己玩一会儿可以吗 哎呀没关系 你去忙你的 反正一会儿伟玲就要来了 等她来了 我们到处逛逛 也好 那我结束之后去找你 带你去拍几张照 作为护身的纪念 好 谢谢 谢谢 别跟我客气 我可是会不开心的哦 好嘞 知音 快去吧 好 郝总 这是上次确认的名单 您看一下 有问题的话 我再修改一下 施总好 去吧去吧 哎 怎么就你自己一个儿啊 方言呢 又摆下山来了 也能怪 哎 毕竟对手十一嘛是吧 不管对手是谁 我知道自己心意 我没听错吧 开窍了 真是啊 你这 哎呀别废话